很多人都问 吃了印度美食为什么胃部会感染脚筋 从这两个人看似春晚二人传的美食制作过程中 应该会给到你答案 如果你朋友也喜欢吃大米花 不妨请他吃一份印度族香大米花 吃上一份印度族香大米花 局不会开花 你可以不吃 但一定要请你朋友吃 今天的作案窝点位于西里拉西库里拉市奈何桥区窜西三村 刚进入案发现场 只见三哥吃着狱卒拿着一个包浆汽油桶 来到复古典雅的车间 还不时用狱卒扫一下地上的大米 不知不觉又给顾客增加了不少角质蛋白 很快三哥打捞上一汽油桶大米原料 直接就顶在了头上 趁大家不注意 直接把大米原料倒进包浆不到三厘米的柴油机器里 从柴油机的包浆程度不难看住 以及用三代 人走机还在 灯差不多了 白花花的大米花就从机器的底部露了出来 三哥还不时地把吊在地上的元素 周期表统统扫起来 倒进机器里 干净卫生 当然足气也是要踩上一踩的 手部关节岩也是要混合一下的 趁大家不注意 三哥直接把包好的大米花顶在头上 另一边的秀里秀气的筛选机 也是早已跃跃于世 三哥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把制作好的大米花倒进去柴油筛选机里进行风干 让我没想到的是 筛选完的大米花又直接堆在地板上 三哥三嫂也是齐齐上阵 开启了二人转模式 这操作属实有点让我有些屎尿未及 等堆积的差不多了 三嫂们也是吃着玉族齐齐上阵打包进尿素袋里 务必要让前来购买的顾客吃得放心拉得舒心 走得安心 运气好的顾客吃完肠胃翻江倒海 运气不好的顾客吃完直接洒入大海 很快一包包大米花就打包完成 肆意地远潇海内外 那么问题来了 抛开整个制作过程不谈 请你朋友吃上一份印度族香大米花 点赞加关注加留言 运气一定谢谢你 如果爱你的朋友 就给他点一份印度窜息中式炒面吧 保证他吃完泪流满面 提前与上帝相见 这位印度老哥常年沉迷于中餐特色 这份便衣中式炒面就是他的杰作 老哥力图在中式面点的基础上 蓄其精华 蓄其糟粕 首先老哥做了一个违背老祖宗的祖讯 竟然把锅面擦得干干净净 虽然干干净净 但店里的食物吃了依旧要命 随后老哥往锅中打入鸡蛋 你以为打的是鸡蛋吗 其实是扯的 接着用铲子进行打磨 吃完就能立地成佛 低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原始的烹饪方式 老哥用刚方便过的手来炒蛋 指甲尖保留的黄色豆腺 确保食客们吃了立即发生癌变 接着老哥用一把破伤风之刃 将青椒逐一切片 可以预见 木敦的年岁在场的各位都要叫一声大伯 老哥在炒熟的青椒上 再徒手撒入几坨便便 只见锅面冒出滚滚清烟 保证吃完没人能活着走出老哥的小店 老哥准备了一百人份的面条 接着掐住面条的咽喉 用双手轻轻搓着 顺带刮走指缝间在厕所的遗留 老哥徒手撒入一把盐吧 马沙拉 香菜 以及自然粉 最后老哥以得抱怨再撒入一些辣椒面 确保孤立无缘的时刻在通往厕所的路上 喷得心甘情愿 在老哥筷子的搅拌下 金黄色的面条在锅面铺开 让顾客看了食欲大开 接着挤入不要钱的姨妈酱和约酱 看得人春心荡漾 菊花饱满绽放 最后再徒手原汁原味地搭配上香菜和土豆泥 原料配比二八 吃完可让食客们的菊花一触即发 请注意 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有味道的美食 就连厨师也忍不住当场享用 这确实是最有味道的美食 因为人们嚼完之后并不是下咽 而是重新吐回盘中 换一个人接着嚼 这里是南美洲的厄瓜多尔 阿姐们正在制作一道当地的传统料理 与其说是在制作 倒不如说是在享受 他们就像在吃下午茶一样 面前摆满了美食 四周充满了欢声笑语 嘴上拉着家常 而食客却拉得命短 他们在做的其实是一种酒精饮料 其主要食材是猪卢木薯 甜薯等淀粉类植物 将它们去皮之后 放入锅中煮烂煮透 到这一步 根据食客的不同选择 剧情的走向也会截然不同 如果食客不着急 想要慢慢来 那么阿姐们就会将木薯压烂捣碎 揉搓细腻后放入桶中 发酵五天左右即可享用 这个做法更加保险 就是过程有些沉闷 假如食客闲命长 想要跳过剧情歇一歇 那就进入了阿姐们最爱的茶馅环节 这座茅屋便是顾客们的最终章 现场并不沉闷 反而充满了自在的欢笑 阿姐们手上摇着木薯 嘴里嚼着木薯 一边吃饭一边聊天 说完一段话 便会将嚼烂的木薯泥吐回盘中 他们正在对食材进行口嚼发酵 利用唾液淀粉 煤浆淀粉分解成为糖类 只要在提供合适的环境和温度 便能加速酿酒的进程 慢则两三天 快则隔夜 一桶外形酷似米酒 喝起来酸酸微甜的木薯酒 即可享用 口嚼发酵的要点就是拒绝 将所有煮熟的鼠类嚼碎 和唾液充分混合后 在吐回盘中 并将鼠泥嚼匀 期间要是发现没有嚼碎的鼠块 无论老少 只要是女的都可以捡起来继续嚼 也无论有牙没牙 也为食材已经完全主软 让嚼木薯成为世上为数不多 光靠动动嘴皮子就能完成的工作 然而这并非是靠嘴上说的好听 而是靠嘴里闻着不臭 由于嚼碗的成品会被直接风罐发酵 并没有过滤或者蒸馏缓解 作者的口气会一定程度上影响成品 所以这项工作一般都有本地妇女完成 她们的食谱较为简单 不会让成品出现猪卢大蒜味 榴莲味 马沙拉味等外来入侵风味 使得美酒更加酸爽清甜 除了咀嚼之外 这项工作还有唯一一道安全保障 那就是聊天 通过讲话判断同事的健康状态 以防有人带病上班 一盘木薯你嚼我也嚼 做好的酒你喝我也喝 一人着凉 全村生病 一人嘴臭 全村不安 如果说吃完中国的美食 让人榴莲忘返蠢蠢欲动 那么吃完印度街头的美食 实则让你立即勒紧裤裆停止走动 因为吃下的这份糟粕不仅会让你立马感受到一阵阵的腹痛 最后还会把停止走动的你直接往茅房进行遣送 在这延延夏日如果你的好朋友最近时常没有胃口且还不想吃饭 那么作为好朋友的你就绝不能让他错过这份来自印度街头的纯手蟹脆球炸弹 吃下不仅可以快速让他的肠道军群进行扩散 还能让他的裤都止不住的一直喷散 最后让他成为一名真真正正的茅房模范 这里是印度裤裆拉满吉克鲍刚市区的一个单车美食流动小吃摊 请跟随我们的镜头一探这个流动小吃摊背后的精彩故事 只见老哥拿起包将小勺将乐视薯片用力地捣碎 说实话这健美的胸肌得让多少印度少女沉醉 在徒手敲开翠球的天灵盖将各种小料倒入进行装备 依照惯例老哥指缝间的无机盐也肯定是要往里进行搭配 接着老哥重复以上动作井然有序地对食材进行合理的调配 这娴熟的技法就好似在对茅房的坑位进行分配 因为吃完下肚绝对会把你的蓝尾干肺 接着老哥继续从钢盆中舀入姨妈色番茄酱进行调配 这鲜艳的色泽不仅看着反胃估计还有些串位 继续舀入一勺绿色史莱姆酱汁 然后拿出妙脆脚进行速配 不难想象一旁的食客吃完下半身立马崩溃 随后老哥继续手拿把抓地制作起纯手卫萃球炸弹 然后直接淋上番茄汁及史莱姆约酱进行操办 此刻不用怀疑空气中的大肠杆菌也在四处弥漫 吃下就能对你的钢粥进行无情的审判 最后早已等候多时的摄影小哥成功接过这份美味佳肴 只是他还全然不知吃完下肚便会立马让他的肠道失调 最后还能让他在茅房里成功铸造起自己的血潮 如果你朋友宵夜爱吃烧烤 那一定不能错过印度的大份烧烤 不仅拥有进出一致的模样 还拥有消化前后一致的味道 老板独创的烤串泡酸奶吃法不仅独特 而且效果特毒 吃完尝到不再拥堵 你最好不要吃但必须请你朋友品尝 用手搅拌暗黄的肉泥 抓起一坨就往铁棍上粘上去 做美食必须洗手 所以小摊配备了一盘清澈暗黄的恒河水 洗完手继续暗揉肉串 既让手少了细菌 又让肉串多了杆菌 可谓是一举两得 将串好成型的肉串放在烤炉上探烤 一根根形状正确 颜色准确 外地游客只看不买不是穷 有没有可能这种食品容易让人误解 从而对印度的这种癖好无法理解 二分半钟后 烤肉黄中带上点趋黑 证明消化的差不多 证明烤的差不多便可以出锅 老哥用他的无情铁手将肉串撸下盘中 有些顾客会问老板熟了吗 老板总是回答熟了 也为他的手已然熟了 网盘中加入酸奶 酥油 还有一手马沙拉 将其摇晃均匀 便可以用手将其抓出碟子中递给顾客 用手直接抓 其实很有说法 其一是可以保证烤肉形状完整 其二是可以增加手部盐分 其三是老哥嘴馋不敢偷吃的时候 可以舔舔手指 我们的印度老大哥也是拿到了今日份宵夜 阴雨天出门心情本就不够好 但看到眼前这排烧烤后 心情瞬间更加不好 如果老板用心做 顾客就能放心吃 但如果老板用手做的 顾客就得小心翼翼地用手吃 拿起一根烤肉串 沾上一些酸奶 便可以往嘴里送去 看老板的表情我们就可以放心 并且还摆出了OK的手势 表示自己暂时没事 所以应该还是可以试一试 这么一份要外貌没味道 要味道没外貌的夜宵大粉烧烤 吃一口强颜欢笑 吃两口颇有成效 吃三口尝到山崩海啸 赶快再请你朋友尝一尝 如果你朋友爱喝果汁 那不妨请他喝一杯洗手水果汁 虽然脚踩果汁更有性价比 但手工果汁喝完也能串流不止 或者你朋友不要果茶偏爱奶茶 也可以尝一杯纯手工丝袜奶茶 一样的手法不一样的味道 老叔的手什么味道 喝一杯就知道 果茶的制作手法十分简单 只需将木苹果敲晕 双手挤压将其按爆 便会露出暗黄的果肉 再用勺子将果肉挖出 倒在布满黄色残留的漏盘之中 这种木苹果世界含有硬度 却很常见 虽然没有什么汁水 却像活性碳一般 具有很强的清洁功能 所以这一步用手按压并不是在榨汁 只是在对手部进行饭前清洁 我们都知道饭前便后要洗手 老板巧妙地将两者融合一起 顺便制作果汁 每一次抓揉按压 都能很好地去除手部军裙和死皮 清洁得差不多后 倒入一杯横河水洗洗手 汁水会携带着木苹果的味道 还有残留的手部角质 与死皮一起落入底下的大锅之中 一直加水洗到果肉与手指都干净发白 再洗一下过滤盘中的残留入锅中 果汁就算制作完成 到这里虽然这个过滤的步骤多此一举 但所有的不合理在印度都很合理 就好像脱掉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但看似多此一举 其实那个味道会更加浓郁 这样一杯洗手水果汁就算制作完成 纯手工制作 毫无添加剂 而如果要和奶茶 制作便会复杂一些 需要往容器中加入马沙拉 印度坚果等各种食材 随后取出大棒子对其进行研磨 二分半钟后便会变成烂泥浮布上墙的模样 将其掏出包裹在丝袜内 往一桶横河水中倒入前天没卖完的奶茶 然后一边洗手一边挤压其中的残渣 浓郁的黄色物质瞬间污染整桶清水 此时往装满冰块的箱子中加上丝袜 倒入牛奶进行过滤 虽然过滤牛奶多此一举 但还是同样的道理 能增加味道 继续倒入酸脚水和刚刚暗柔的洗手水 一大箱丝袜奶茶就算制作完成 不管是洗手水果汁还是洗手水奶茶 都含有丰富的味道 你可以不喝 但必须请你朋友品尝 如果你的好朋友 最近时常有被便秘所烦扰 那么作为好朋友的你 就一定要请他吃一份印度的椰浆胡蟹 保证喝上一口即可拉到天荤的裂缸门脱蟹 就算是当地卫生局的人来也照样团面 作为附近钢肠医院的配套产业 小哥店里盛产椰浆蟹 配料成分不能省略 让顾客喝完拉到钢里 贴心助手法克米早已经等不及 张开血盆大口撕咬起椰子皮 不仅打了顾客一个措手不及 经过这样的加工处理 吃下恐怕也是生死存疑 接着法克米用破伤风小刀给椰子开炉 对椰子的营养进行物理消除 椰子水顺着漆黑的指缝流成滩涂 旁边这位顾客小哥喝上一口 从此将被幸存者名单给剔除 接着摊主老哥法克游往桶中倒入康帅富矿泉水 虽然味道不如恒河水鲜美 但是能让顾客喝完喝不龙腿 在厕所找不着北36度的恒河水最为干净 老哥用他给粉丝一个全身锁 彻底洗净 弥漫出的胀气看似仙境 实则要命 随后老哥往盆中扔入大量印度蓬蒿 食材氨基酸的含量有些高 时刻吃完只恐没有明日只有今朝 接着再倒入使黄色肉桂粉 老哥的动作那是讲究一整个稳准狠 顾客喝完后腹痛难忍 连夜去到钢肠科挂急诊 老哥说店里的食物不嫌不要钱 接着洒入不能食用的食用盐 搭配小哥指缝间的手盐 让顾客的生活不再只有苦辣酸甜 喝完以后就此尝免 最后往食物中加入一勺酥油 酥油已经存在30个粘头 用它将锅里的食物搅拌粘稠 不仅直接实现剑油封喉 还能让你吃完在茅房争夺中先拔头丑 这道鲜爽美味的椰酱蟹已经做好 赶快请你的好朋友来喝上一碗 这效果堪比蒙脱石散 喝完即可让你的裤裆窜得盆满钵满 最后在茅房里功德圆满 如果你的朋友时常便秘 那么一定要为他点一杯印度的柠檬黄泉水 一杯黄泉水 厕所跑断腿 两杯黄泉水 ICU里土骨水 印度饮品从来没有科技与狠活 只有横河下游的天然浑浊 让我们跟着镜头 探访这位替印度黄泉铺路的小哥 小哥拿起刚给菊花花开过眼的破伤风小刀 为柠檬做着剖腹手指操 饮无数顾客净折腰 裤裆的红柳也一块喷网半中腰 接着小哥拿起灵魂窜翔锥 撬开横河冰中凝结的骨灰 顾客对此早已誓死如归 节约是印度人的固有美德 小哥拿出用下游横河水洗净的玻璃杯 上面略带一次五彩斑斓的黑 石鹤们看了顿时面若死灰 只见小哥拿出包浆榨制工具 接着往杯子里喷射柠檬排洗涤剂 喝完确保太平间里有石鹤们的一席之地 小哥继续加入横河水和八豆粉 接着再撕上一泡黄色约酱 这浓郁的粪芳能入侵方圆十里地 石鹤们喝完下半身脚步离地 当地的公厕也成为了必争之地 在印度调味不必非的用盐 只见小哥徒手将冰块依次放入玻璃杯中 喝完的石鹤各个面黄鸡兽 让人一度怀疑他拿了医院的折扣 25岁的小哥开始表演其52年的开屏技术 这样的街头民间艺术 却让石鹤们的裤裆分身乏术 小哥对玻璃瓶进行随机翻倒 透明的液体与手指混合起泡 把过网路人看得心惊胆跳 在城管到来之前 小哥成功做好了今天的柠檬黄泉水 可谓是一杯清肠胃 两杯湿蓝胃 三杯清烟鸡 四杯轮回走一回 一块不明物体出现在众人眼中 当大家还在努力辨认时 老板立马丢入盆里 在印度 吃饭有时不靠常识 而靠胆识 无论是顾客还是老板 都需要一股狠劲来逼迫自己 赌对了 就名扬四海 赌错了 则流放百事 一起探究一下这贪神秘料理的制作过程 老板取出一串体型硕大的芒果 这其实是两颗椰青 物种一变 让他俩的体型瞬间显得有些营养不良 但老板说服小哥 水果不能光看外表 具体情况得打开之后才能见分响 用刀斩去头部 将椰壳竖向劈开 顾客问情况有何分享 老板答约 这果确实不好 但已经打开 拒绝退换 通巢说 小刀会越用月亮 但老板的小刀看起来则有些斑驳 那其实是内米修复涂层 每次下手 都会让刀像未曾用过一般 在果肉上吊骰 留下一道道趋黑的痕迹 老手配老刀 老刀配战袍 老板将椰壳倒扣在自己真爱的衬衫上去皮 赋予食材沁人肚皮的味道 将椰青切片 至于木板上短在腌制 转移到干锅中 蹲下来到后厨 用绣花香磨厨敲打 碾成纤维厚备用 勤劳的印度蜜蜂 正在清洗餐具 老板取出一袋黑色物体 这是酸脚泥 它是最受南亚老板欢迎的食材 因为只有它才能黑得如此明正言顺 挖出一爪丢入盆中 加入酸脚水 用右手抓住混合 如果你清洗过油烟机 那对这个场景应该十分熟悉 放入生前被称为椰青的食材 在不断敲打中 它已经成为了干锅的颜色 恰好和盆中的景象十分相衬 加入黄芥末酱 辣椒末 再抓一把香菜 放入两种风味的马沙拉 最后撒一把盐巴 集合搅拌均匀 肉眼可见的粗纤维 与抹黑的酸脚泥 在盆中混合得精妙无比 挤入柠檬汁 剩余的果肉一起丢入盆中搅拌 这是印度少数 不能坐在地上烹饪的菜肴 尤其需要避开神牛 以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混淆 拿出小勺挖一块让顾客品尝 如果老板的手指也能吃 味道估计也不差 阿姐一口吃下 在印度 摇手代表味道不错 阿姐疯狂摇手 不知道的会以为 那是在向别人求救 看到顾客还能给出 正常的条件反射 老板安心将美食捞出 轮到小哥品尝 看他一阵沉默之后 相机的运镜方式 突然变得飘忽不定 似乎在模拟小哥 此时眼中的世界 我们虽说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但看他的视频标题 大概也能够略知一二 土生土长的印度人 每天都有新的挑战 如太阳般的印度料理 让你朋友歇斯底里 一锅以辣椒油为主食的糊糊 用来拌饭应该好吃 但印度顾客喜欢直接吃 你最好不要吃 但可以请你朋友吃 人潮汹涌的街道 一小摊老板 正在搅动一桶剧烈辣椒酱 网包将铁锅中加入酥油 撒入回箱子 蒜蓉 将一块木头摆放在锅边 切入青椒丁 番茄丁 食材带着淡淡的木头气息 落入锅中 从箱子中取出提前去好皮的土豆 右手捏爆入大锅中 用手捏好像有点不卫生 没有厨具的老板也意识到这一点 赶紧去隔壁摊位借来了祥磨厨 对着锅中食材一顿捣过 祥磨厨果然名不虚传 很快就把食材磨得稀烂 摆成坑位模样后 继续往锅中心加入酥油 几勺豆瓣酱 拿出红色锅铲不断搅拌 给锅中食材也染上了一缕夕阳火 如果说黄色是浪漫 那红色就是橘烈 老板开始往锅中加入深红色的橘烈辣椒酱 看上去就非常香 此时锅中心已经展现出太阳般的景象 红太阳外一圈黄 世界上什么艺术能与泛高的星空媲美 唯有印度厨师打造的日辣西 带给人感官上的火辣滚烫 吃完满怀希望 用降魔杵对着红色糊糊不断搅拌 黄色逐渐减少 最终与红色混合一体 虽然食材火辣滚烫 却展现出一种局部出血的状态 继续用降魔杵搅拌混合 最后撒入香菜末 增加可食用性 一锅辣丁糊糊便制作完成 别看成品似乎还挺好看 吃完铲除也是一样的 一个把持不住 差点失了裤 不要误会 这只印度三哥在做飞翔套餐 面对眼前的美食 你有以下三种选择 一是迅速滑走 二是默默忍受 三是分享给你朋友一起难受